夏日的艳阳炙烤着大地 一对香港少年领袖团的学员 正在训练场上手持不归 进行紧张的步操训练 酷热的天气 对这群英姿勃发的少年们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香港少年领袖团 是一支成立于1995年的志愿性青少年制服队伍 每逢周末 学员们便从香港各区 来到这个位于万里水库旁边的训练营地 接受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正在指导学员们操练的医务导师李宗正 可以说是团里当之无愧的老人了 从12岁入少年领袖团至今 他从学员一路晋升为导师 在这里度过了近20个春秋冬夏 作为一名香港警察 李宗正认为 青少年时期的训练经历虽然充满艰辛 但让他更容易适应纪律不对的生活 入职做警务人员之前 有10年时间在少年领袖团参与训练 我们的训练比较黑苦严格 对于我们适应警察的训练 和作为一个纪律部队来说 是容易适应的 过去2019年曾经试过三天两夜 我们在外面做行动是没得睡觉的 我们很多时在这里少年团训练 都是很多时都没有好睡 比如我们出去做一些事要去训练 睡一定不会好又烟 或者我们有一些任务在身 比如我们要轮班当值 我都已经硬过眼睡 我都已经经历过类似的经历 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容易适应 平时警队的工作任务繁重 但李宗正坚持起处公余的时间 陪伴学员们训练 教学时认真严格不苟言笑 但他私下与学员相处时 又如同朋友一般 他希望透过言传身教 将认真严谨的做事态度 和服务社会的精神 带给这群青少年 当我长大了之后 想回头 少年团给到多少东西 就是给到一些好的训练 让我适应到警务的工作 也都给到好的精神 就是我的态度 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是很值得保存和承传下去的 所以我也都选择留下 在那儿教用秉承主这种态度 去承传给那些师弟师妹 烈日当头 但训练一直在持续 清晰的指令声 在训练场上回荡 在导师李宗正身上 学员们看到了 纪律部队人员 对纪律的维护 对困难的不畏惧 大家也自愿自觉地克服困难 全身心投入训练 学员小潘说 在少年领袖团度过的时光 让自己的警察梦更加坚定 其实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加入纪律部队 所以经过AC8年1分年 见识过 接触过不同的警察人员 他都是令我学到不同的东西 都了解到不同的警务工作 未来将我毕业的时候 我都会加入纪律部队 香港少年领袖团司令 黄维明告诉记者 少年领袖团 现在主要向青少年们 展开野外训练和纪律训练 透过这些集体活动 相信学员们的个人素质 会得到很大提升 现在的社会环境 一般来说都是小家庭 每个家庭里面都是可能一两个小孩子 变成群体的生活机会不多 透过参加我们这些群体的活动 可以改善他们自己 比如跟人沟通的能力 团队的精神 跟人合作 解决困难的一些能力 我们都是透过这些活动 希望改善香港年轻人的质素 自信 勇气 梦想 友谊 谈起在少年领袖团的收获 学员们都涌向镜头前 诉说各自的成长经历 我觉得我过来这里 在这里够胆说话 过来这里之后 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 多了不同的朋友 个人在学校都可以开朗了 一开始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玩的 因为我觉得很辛苦 有很多体能 有很多纪律 因为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很纪律的人 但是之后我发现 在这里学到很多不是在学校 可以学多东西 而且在这里都认识到很多朋友 我们都是有什么难关都一起度过 所以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在这里我学了 如何去和人相处 去做一个领导者 以及如何去发掘自己的长途 一代一代心火相传 据黄文明介绍 少年领袖团现实大约有四千多名学员 和一千多名义务导师 导师们来自各行各业 也有不少像李宗正一样 从学员一路成长变身导师 学员林慧兴奋地表示 能够服务年轻一代学员 就是自己接下来的心愿 我在AC已经8年 缩手手指都只剩半年的时间 都已经是够时间去生做导师 那你都会继续在这个团队 继续去服务年轻的一代 用自己所学的组织 去搞回下一代